这是网红鼻祖郭美美 在2015年被捕入狱时的资料 坐牢5年 出来短短2年时间 郭美美又凭借着再次被捕入狱上了热搜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网友们也是纷纷直呼改不了吃 2021年3月11日 浦东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生产 销售添加雷禁成分减肥类诗片案件 抓获生产人员曾某某 销售人员周某某 郭某某等 32名犯罪嫌疑人 现上述犯罪嫌疑人以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有关知情人透露 被抓捕的郭某某 正是不久前出狱的初代网红郭美美 消息一经爆出 网友直呼她不知悔改 自作自受 那么这个郭美美究竟做了什么 竟能引起网友的一致讨伐 1991年出生了郭美美 真名为郭美灵 曾是网红鼻祖 还带头掀起了一阵炫富浪潮 2011年在网络上因为频繁炫富 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网上发出的各种照片来看 郭美美的生活极度的奢靡 拥有各种豪车豪宅 频繁地进入各种高级场所 而她的网络认证居然是 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这个身份彻底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在红十字会这一个 有着公益性质的组织中 竟然有工作人员能过上 如此奢侈的生活 红十字会一时受到了很多质疑 但之后的事情却发生了转折 经过网友的仔细调查 发现郭美美的身份竟然是 她自己伪造出来的 红十字会里根本没有这号人 原来她认为一个干爹 干爹一高兴就送她豪车礼物 红十字会的头衔 还是她和干爹要来的 郭美美的这种行为 无疑是对红十字会的一种暴黑行为 使红十字会的形象 在一夜之间从神坛跌落 事情败露之后 郭美美引起了网友大规模的口诛笔伐 为了消除影响 郭美美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之后再次被频繁提起 则是因为赌球事件被判入狱 2014年7月 正在参与网络赌球的 郭美美一行员 被北京警方抓个证着 郭美美对自己参与赌博事件 供认不惠 同年8月因为开设赌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经过5年监狱生活的郭美美 于2019年7月出狱 出狱之后的郭美美 曾公开发表视频 视频中的郭美美 穿着一身简单的衣服 声称自己已经洗心革面 说到情动之处 甚至还声泪俱下 一副真心忏悔的模样 还表示以后自己要痛改前非 走上弘扬正能量的道路 但之后她做的所有事情 却与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完全背道而驰 郭美美依旧没有改掉她 爱努屈容 行事浮夸的作风 还曾花大价钱做了一个全身掌握 令人扎舌 自此 她彻底融入了网红的道路 开始大量利用自己的黑流量 出席各种活动大肆劳金 同时也没有停下炫富的脚步 各种豪车 奢侈品 频繁地出现在她的各种照片中 还经常穿着夸张地出现在各种公共场所 频繁地进入夜场 酒吧等各种场所 在网络上还晒出各种演出行程 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演出邀约不断 失业成功的小明星形象 公开与网友展开骂战 不断地蹭各种明星的流量 就在前不久 还在公开平台上高调表白 并采用了各种模糊的措辞 让人误以为对方的身份 是当时负责看管她的预警 引起了人们的猜测 不久之后 又发文澄清对方的身份并不是预警 利用这次的风波 她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热度 在一定程度上 对在疫情期间 日夜辛劳坚守岗位的预警形象 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郭美美就是利用这样 故意引导 抹黑人民警察的方法 吸引了大众的视线 然而 虚假的事情总是不长久的 郭美美精心塑造的假象 还是被自己的所作所为亲手摧毁了 2021年3月 郭美美因为再次被警察逮捕而被人们提起 这次被逮捕的原因是 涉嫌销售添加违禁品的减肥药 要知道 距离上次出狱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郭美美这次二进攻 恐怕后果不容乐观 郭美美销售的减肥药中 添加了违禁药品西部取名 这种药品副作用极大 会引发内分泌失调 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率 而且药物禁忌和药物相互作用比较多 果量用药物特效解毒药 早在2010年 国家就曾正式发表文件 要求停止西部取名相关药物的生产 经过五年监狱生活的郭美美 显然并没有真正地反省自己 虽然维持着表面上光鲜亮丽的形象 被地利却干着质甲售甲的勾当 为了自己的发财梦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生命 这样的行为 不得不说是恶劣至极 曾经声泪居下的忏悔视频 如今还历历在目 但郭美美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事情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显然曾经的牢狱之灾 对郭美美的追名逐利之心 并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这次在刑满释放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再次被警方抓捕 现在的郭美美可以说罪行累累 相信这次一定会受到更重的惩罚 对于这次的事件 不得不说郭美美是自食恶火 大家对于郭美美的事件 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讨论